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蠻鲜美的 然后它的啤酒味也不会太重 女生也可以接受 全台第一间露营丰烤肉餐厅开店不到一年 每个月来客量高达600人 月营收轻松突破百万 另一道招牌煎饼披萨加入结瓜虾仁 鱿鱼 牡蛎 满满海鲜好料 倒入面糊搅拌均匀下锅煎得两面金黄后 重头戏来了 撒上满满起司用喷枪烤的略带焦香 除了海鲜的鲜甜外 还有浓郁的起司香在口中慢慢划开 煎饼它的线很多 而且它很特别的是它上面就是有一层焗烤 对 就是第一次吃到这种煎饼还不错吃 希望带给消费者就是一个有趣的用餐环境 然后想说把那个露营搬到室内来 让消费者可以体验到露营的氛围 台湾餐饮掀起寒风 老牌素食业者靠特色经营冲出市场蓝海 东森财经新闻 江明熙 沈玉腾 林燕任 台北报道